嗨,春天来了,我们做粉色系的指甲彩绘 好,上了底油之后呢,就上底色 那这个底色叫做什么颜色呢?肉色吗? 还是叫做裸色,反正就是你现在肉眼看到的颜色啦 开始画花咯 那这次呢,我选择了用不同的粉色来画花的花瓣 那这次呢,我们可以很轻松很随意的去画 因为我就是希望能够营造出好像在纸上做画的感觉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用喜欢的颜色呢,点上去 点上它的花瓣就好了 感觉就好像在很漂亮的风景底下呢 拿出一张纸跟彩色笔画出来的作品一样 画瓣的最后一个颜色,我选择用红绿色来搭配 哎呀,反正就很随性了嘛 花瓣粘成一团了,也无所谓啦,就这样啦 这个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清晰的看出花瓣,就必须要画花蕊 那我用黑色来轻松的点一点就好啦 OK,刚才我有提到说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好像在纸上做画一样 所以最后我盖上了一层mat top coat,让它变成雾面 好的,现在拿出你的化妆棉 像我一样,把你刚才用过的粉色指甲油上在化妆棉上 然后就轻轻压在指甲上 轻轻的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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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 那这个design呢 我就选择用亮面的top coat来完成 这样子就可以形成雾面跟亮面的强烈对比咯 你看看 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呢 非常的甜美 很适合春天的感觉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折价彩绘 记得subscribe 还有来跟随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谢谢哦拜拜